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在这个血淋淋的状态下面 我记得PDA讲过了 原来这个血迹是在凶暗的现场 是看起来不是那么美的 对不对 看起来是充满了各种动物的哀求声的 是在那个不停地尖叫 苦苦的生命垂死挣扎的状态下面 在这么恐怖的人声鼎沸的 又是很喧闹 又是血淋淋的 又是那么的恐怖的现场 为什么叫做和美呢 或者更美呢 主耶稣 耶和华神 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一个残忍的 这样的一个记忆的现象 来实现他的拯救救赎呢 我记得以前 我看过一个Council的一个片子 在YouTube上 看了以后 当时我是很愤怒 很难过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有个小姑娘 她小女孩 她从小就很爱养宠物 她们家有阿哥 阿猫 有乌龟 小兔子 就是很可爱的 养一大群 可是很可怕 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 万一有一天 就是那一天 她不听她爸爸的话的话 她爸爸跟她讲 快做作业 或者快去做干嘛 没有完成的时候 她的某一个小动物就遭殃了 就直接就被正法了 她就被over了 你想想看有多恐怖 对不对 从此以后 这个小女生就留下了阴影 如果在这个仪式当中 耶和华上帝 他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人犯了罪 为什么要有动物来背负人的罪 那个动物是那么的无辜呢 对不对 是那么的可怜呢 他凭什么要遭受 这么无辜的虐待 一直结束生命 上帝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仪式 来达到他救赎的目标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些旧约的 已经过去了两三千年的 那个以色列的仪俗 那个风俗习惯 他们要宰羊宰牛 来到这个耶和华公寓的神面前 那样的仪式感 跟我们现代 跟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 我们神的祖内的家人 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都已经过去了 都已经out了 都已经几千年了 跟我们文化都没有交接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历史 那些旧的仪式感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写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它 夜花生要跟我们讲什么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其实蛮严肃的 今天你来到我们这里 跟我们一同敬拜神 每个礼拜 假设你每个礼拜都来 你每个礼拜来的时候 是来干什么的 有没有遇见那一位 最最最最敬畏的那位 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 当我这样问的时候 有点挑战 因为旧约的时候 他们那些百姓 就是带着牛羊和祭物 来见那一位 万王之王的夜花生的 可是很遗憾 他们没有见到面 他们只能借助这一位大祭师 而且这个大祭师是一年 才能够进去见一次夜花神的 可不可悲 他们花了很多代价 走了很遥远的路 花了财产 对不对 又花了劳命伤财 结果他们没有见到这位夜花神 今天你坐在这里 每个礼拜天 可以一同来敬拜他 请问你有见到他的面吗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带着这些的问题 一同来敬拜他 我们先来读神的话语 好不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来读西伯来书的九章 第十一到第十十节 我们先来读好不好 预备齐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师 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藏墓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熟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并抹牛犊的灰 傻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 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痴献给神 他的血 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我们一起低头打开 阿爸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你从前怎么启示你的百姓 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归回 挽回到你的名下 使他们有机会可以得见你的面 今天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渴慕的心 一同来敬拜你 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圣灵运行 将你的道你的话扎根在我们的里面 改变我们的内心 我们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 我们也不是过我们人的这些的仪式形式 而是真正能够遇见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主啊我们谢谢你 保守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我们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那我就是人就是三段 就是习惯于三段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 那些所谓的仪式感 赎罪感 是真的是他们永远就得洁净了吗 还是原来每年每年 每天每天 每个礼拜每个礼拜 都要娶他来完成这个行为 一个永远的救赎呢 还只是一个暂时的洁净 那第二个呢 他这所谓的洁净 是改变了外在的身体的洁净呢 还是真正让人的耐心发生了改变 那第三个呢 如果我们要面见这位万王之王 应该带着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 这分为三块 第一块就是来PK一下 到底是一个暂时的 还是一个永恒的 那刚才就是我们读的经文 我们再读一遍 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账目 不是人手所造的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转折的 前面第九章的一到十节 在讲一个事情 然后到十一节的时候 突然来一个but 来一个拐歪 来一个转折 那个转折的开始就是 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 简单地讲就是 前面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 对不对 在第九章的前面 讲耶稣还没有来到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可是到十一节的时候 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 我们来看看 在耶稣基督没有来到之前 他们在做什么 别小看到这个图 我在上次讲到的时候 我们讲到天上最美的圣索 有没有记得了 天上最美的圣索 那个Pitcher那个蓝图 那圣基师也是耶华神 是耶华神小于摩西 给他一个图纸 让他造的这个图子去施工 那造出来一个地上的一个藏木 为什么 摩西好不容易把那群 那么不那么可爱的老百姓 从旷野带到加拿美地 那些老百姓每天问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所谓的神耶华神 他每天对于我在一起吗 他真的在一起吗 每天真的与我同在吗 我在这儿吃饭 我睡觉 我在那里看小说 我看电视玩游戏的时候 他真的与我同在吗 他是不是不喜欢我 或者他能爱我到底吗 每天要考虑 神是否跟我们在一起 他跟我同吃同住同在吗 我可以得到他每天施恩给我吗 所以耶华神就吩咐摩西 在地上 在旷野 那个鸟不拉石的地方 建一个会所 每天要来经历 神就在这里 在这里可以与他相会 那这个会幕很有意思 会幕这个分为两大块 第一个就是圣锁 第二块就是自圣锁 在圣锁里面有什么呢 大家看他有桌子 有橙色饼 还有金灯台 就是来照亮照明的 那其实如果再更深一步 橙色饼呢 它有12个 用来干嘛 象征的12个支派 那些祭司每天要给他吃饭 我们的神也是要吃饭的 而且他要12章 就是12个支派 每天要这样给供应 给这个耶和华神 给他吃 表示与我们一起吃饭 那你吃饭的时候说 谢谢天父 要感恩祷告 对不对 谢谢你吃给我食物 也谢谢你跟我一起吃饭 这样 所以你看在饭厅 在起居室的时候 耶和华神与你同行同在 他又有桌子啦 有这个金灯台 那往里面就是自圣所啦 圣所跟自圣所中间 隔着一个帽子 隔着一道屏障 用来干什么 那个屏障的意思是说 只有大祭司 才可以在每年赎罪日的那一天 在每年他们犹太历的 七月初十那一天 才可以进去来见这位耶和华神 注意啊 小心啊 这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啊 他的腿上要抱一个绳子 他的铃铛在他的衣服的下摆下面 当他进去的时候 外面的百姓会听到铃铛在响 表示那个祭司还活着 知道吗 那如果万一这铃铛不响了 他们就有机会把他用绳子拖出来 表示他已经over了 已经死在里面了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是那个大祭司的话 你进去的时候是怎么样 冒着生命的危险 对不对 你就说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还是等一下能够活着进去 活着出来 所以他是带着恐惧战惊的 冒着生命的危险 才能够朝见这一位圣洁的耶和华神 怎么样 在第八节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圣灵用此指名 在西伯来书九章八节告诉我们 这个词是指什么 一年一次一个人进去 再说一遍 大祭司是一年一次一个人进去 然后他不能带着不带血的 他必须要带血进去 那他带什么血呢 他不是带自己的血 他自己的血 他表示自己已经完了 他可能就陷完一辈子就没了 他只能是带着公牛的牛犊的血进去 先给自己洁净啦 洁净完了带着这个血进去 那血进去 然后为自己和百姓来赎罪来献上 那这样完了以后呢 他还要带着羊公三羊的血进去 洒在圣座上的座前 在自身所里面有约柜 那有纪录博在这个约柜的上面 那还有一些的纪念品 比方说有金帐啦 发了牙的帐啦 还有马拿啦等等 为什么有这些纪念品在里面 还有法板很重要 表示耶和华神的拯救 你看他们以示感都满满的 每年来这样重复一次 可是这里告诉我们第八节 告诉我们只要这一层的帽子 在圣所和自身所中间的那条屏障 只要这个屏障还在的话 他说进入自身所的道路 还未写明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普通的人除了大机师之外 没有人能够直接地见到耶和华神 惨不惨 哪怕是大机师进去 他也是恐惧震惊 也是冒得生命危险的 怎么办呢 他说自今第九节告诉我们 读那一层帐幕 做现今的一个表样 表样 所限的礼物和祭物 就着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坦白地讲 他每次冒到生命进去 他说即便是这样的行为 都不能让人的良心得到洁净 你可能身体暂时就洁净了 所以那些如果大机师活着 从自身所出来 那些百姓就会大声地欢呼说 哈利路亚 我的罪就赦免得洁净了 所以他们就怪怪地 很开心地回去了 可是有没有这样的行为 可以导致他良心得到改变 他说没有 圣经告诉我们没有 那要怎么办 主耶稣基督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他出现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们生活在杭州 天堂 有个很有名的寺庙叫灵影室 你们听过吗 很多人就跑去了 说如果能够在正月初一那一天 在灵影室能够烧到投猪香的话 那保佑你一年都平安盛睡 然后柴园滚滚 子生就盛睡 他就什么都好 所以他就要拼命地 争那个投一株香 每年都要这样 可以保佑他一年的顺利 可是如果万一 他真的在那一年 他真的这样做了 可是他发现 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平安很顺遂 还是招心事很多 他会怎么想呢 他良心的改变 他良心心里生出的那个平安 要从哪里来呢 再说再假设 万一他那一炷香没有被抢到呢 他整一年就人心惶惶 他就想说 哇 这惨了 我这一年的生意要怎么做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的状态下 我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怎么样 我身边大概那些在绍兴啊 在什么以前做外贸的那些 大概三分之二的公司都面临很大的挑战 被关门了 很多经济上面面临很大的挑战 要怎么样来让自己的内心 良心得到平安 得到洁净呢 只有主耶稣来了 好 那这主耶稣就来了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旧约容易吗 他们要献祭也不容易 对不对 长途跋涉 带着牛羊 付了代价 结果回去以后 良心还是没有被改变 该犯罪的时候 一样犯罪 该不平安 该焦虑 该着急 不安全 人就一样存在 要怎么办呢 主耶稣来了 有一位大祭司 就是主耶稣了 像这样自圣洁 无邪恶 无玷污 远离罪人 胜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百姓的罪献祭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我就大致地过过了 那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他做什么呢 他也献祭 他献祭跟从前的大祭司不一样 为什么 哪里不一样 第一 他是献的是在天上的 真的账目里面 他的那个账目更大 更全备 更完全 耶稣来了 耶稣是谁呢 如果耶稣也只是跟我们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呢 那又算不得 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的话 他能替我们受罪吗 有人讲说 耶稣啊 耶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我就信释迦摩尼可不可以 我信穆罕默德可不可以 我信我的道德 道子 道教 鲁家 我信孟子孔孟 我信新鲁家 我信另外一个圣人 可不可以 你信的那个如果只是人的话 如果他的宗教里面没有告诉他 他是一个神的话 他能替你赎罪吗 他能到达天上的 正账目吗 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 因为我们信的不是一个人啊 但是完全的人 没错 可是耶稣他也是 完全的神啊 他是在天上的 真的账目里面 他是从天 道成肉身 来到地上 成为一个人的样子 所以你一定要问说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 有什么不一样 你就问问说 其他宗教认为 他们所信的那个model 那个圣人 那个是先知 还是老师呢 还是认为他是一个神呢 这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步 如果他只是一个人的话 跟我们一样不完全 他也没有承认 他是一个神的话 我们信他 他能替我们来解决罪的问题吗 没法来解决 对不对 而且耶稣基督有一点 他不仅是个祭司 他也成为一个祭品 把自己给献上了 完完全全地献上 他用的不是动物的血 他没有祸害那些 无辜的小动物 他完全把自己给祸害了 他把自己的血流出来 给了我们 成为一个完全的祭品 成全了 一次性过了 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有一天我在123Let's Go 碰到了一个很可爱的男人 他的太太在做美容 然后他自己坐在这个阳台 那个台阶花台旁边 等他太太做美容出来 我就跟他分享说 人的生命当中 你是怎么来找到你的寄托感 怎么找到你的安全感 他说我不管 我太太姓什么 我就姓什么 这是一个好男人嘛 对不对 我就很佩服他 然后就问他说 你们每年会做哪些的东西 去导致你的安全 他说我们也没有什么仪式感 我太太做什么仪式 我就跟着做什么 但是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这个仪式 只要一次性就过了 不需要这么麻烦 不需要每年每年去做 正月初一了 什么样节气了 很多台湾人都很讲究的 我不知道你们家族当中会不见 可是有一点是 只要一次性过的 信耶稣只要一次性过的 他就眼睛灯大 我说真的吗 有一次性过吗 有这么简单的事吗 我就告诉他 有一个主耶稣 有一个神 他成为人 他把自己给自己给献了 一次性过了 只要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成全是什么意思 已经完全了 perfect了 你会觉得是真的吗 真的容易吗 很多人觉得不敢相信 我们就大概来聊聊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耶稣的宝血 可以来捷径 或者一次性过来 做成这个完美的救赎的计划 再回顾一下 我们在读到新约的时候 约翰翅日 就是第二天 约翰看见耶稣 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啊 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背负 世人罪孽的 这里可以翻译成两个 一个是除去 一个就是背负 为什么可以翻译两个呢 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 会发现 原来以色列他们有一个习俗 他们在赎罪的时候呢 会有选两只羊 第一只羊是用来 把它杀死的 为什么要杀死呢 就表示所有的罪 我们都跪在那只羊的身上 那只羊已经死了 好 我们就不需要死了 所以那是一个赎罪的羔羊 听到没 那只羊是无辜的 可是它为了我们罪的缘故 就像那个小动物被虐死一样 就是很可怜的 但是背负了那个罪诞 罪嫁 死的代价 罪的代价就是死嘛 所以它接受了惩罚 摆上了生命 它替我们死了 这是一只可怜的羊 替罪羊 赎罪羊 可是另外一只公三羊呢 也是被选中的 这只羊呢 它不死 它要做什么 它要被流放到旷野去 它要把 那个祭司就在 按手在这个山羊上面 告诉他 这只羊要背着 所有人的罪孽 罪丹 要把它流放到旷野 一直到死掉为止 把它献给了旷野的撒旦 所以这个叫做替罪羊 它也很无辜 对不对 它背负了你的罪丹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两个 如果耶稣也是那两只羊的话 第一只羊 它是赎罪羊 它就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同意吗 它本来不用死的 对不对 它本来是神荣耀所结 这本身就是神嘛 祂是配得一切的荣耀 尊贵的 可是祂就送了 最最卑微的 最羞辱的 赤身裸体的 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最最羞辱的一种死法 这是要死的那只羊 对不对 如果把它翻译成背负 耶和华 耶稣替我们背负了世人罪孽的 是什么意思 我们所有的罪丹 都背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成为我们一个宗宝了 有撒旦要控告我们的时候 恩美啊 你怎么配得讲道呢 你就是不够好嘛 你就是不配得嘛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那种攻击啊 控告来临的时候 那个耶稣就是替我们背负罪孽的那一位 他就说 不是 不是因为他有做得不够好 而是 看在我耶稣的分上 看在这个宗宝的分上 耶和华神 看我为义 看在耶稣替我说好话 替我担保的分上 所有我做错事 我所说的这些的后果 有一个宗宝 有个中间人 就是这位调解的耶稣 替我在神面前说好话 日夜不停地替我代求 所以我才可以站在这位 圣洁公寓的神面前 呼叫他为阿爸父亲 这样听懂了吗 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祂是除去了我们的罪孽 耶稣也替我们背负了 我们一切的罪但 所以祂每天每天替我们代求 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 一个很好的宗宝代求者 如果你这样的话 还是不够了解 我再稍微再扩展一下 耶稣他既是大祭师 耶稣又是祭物 祂替我们颁复了很多 他称为挽回祭 如果你就忘记了 就回去再看看PGA 他讲得非常地详细 耶稣的宝雪 什么叫做挽回祭 挽回祭简单的解释就是 本来那个夜华绳是要冲着你发怒的 他那个怒气就像烈火一样 要披头盖脸冲过来 你可能就被烧尽了 你有看过最恐怖的发火的场景吗 有些人说是妈妈的脸 有些人说爸爸 就是那个很恐怖的状态 愤怒来临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出来就挡在那个面前 说消消气啊 没关系 我觉得我可以替他来带 把他的愤怒的状态平息下来 挽回过来 让他愤怒的着落点不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叫做挽回祭 耶稣就替我们平息了 夜华神的愤怒 如果你这样的角度再去考虑的话 如果没有耶稣替你挡着的话 没有耶稣替你做挽回祭的话 你要直面的 你要遭受的 每时每刻要活在这位公义圣洁的 耶和华神的愤怒底下 你有想过那个可怕的场景吗 很恐怖的 对不对 如果一个罪人要面前耶和华神 就是不可能啊 对不对 又被击杀了 或者在旧约时代就没人可以见耶和华神了 都是要在神的荣光的保护底下才可以见到 所以你想想看 耶稣替我们做挽回祭 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写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食所犯的罪 那你说为什么耶稣可以做挽回祭呢 如果换了别人可以做挽回祭吗 穆罕默德可以吗 释迦摩尔可以吗 甚至孔子 道德这些 圣人伟人 可以做挽回吗 他们可以再代求吗 你想想不可能吗 对不对 为什么 他们自己都自古不暇呢 在耶和华神面前 谁能够站立得住 没有一个完全的人 除了神他自己 人犯罪以后 施主亚当堕落以后 神跟人之间最大的深渊 就是一个罪的鸿沟 对不对 这个罪的鸿沟 怎么能跨过去呢 只有唯一的标准 不是靠一只牛羊 能够挡住的 神的愤怒来临的时候 这牛羊是挡不住的 你找一个圣人来 伟大的人来 也是挡不住的 只有完完全全标准的 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才可以 那就是耶稣他自己 道成肉身的神 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 那赎罪祭呢 我们都刚刚讲过了 赎罪祭就是 本来你要死的 结果他替你死了 这个叫做赎罪祭 那什么叫做 新香的贡物和祭物呢 把它给摆上了 献上了 让他能够来替我们 得到神的喜悦 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香的贡物 和祭物献于神 他把自己给自己给奉献了 把自己献为祭品 奉献给耶和华神 公义的神 你就想说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就坦白讲 如果你觉得那只受死的羊和牛 那个鸽子是无辜的话 确实是无辜的 耶稣来了 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 来代替 来替代了那个动物的血 再说一遍 那个无辜的动物的 那个被杀 被屠杀的那个行为 耶稣来了以后 就终止了这个行为 不需要再残害那些小动物了 那些无辜的生命 就不需要被这么侵害了 耶稣成为最大的无辜 他自己来背负了 这些动物的血 他把自己的血流出来 代替了那些无辜的动物的血 在旧约的时代 我们圣经往前看 在旧约的时代 这个血预表着什么呢 我们说血预表着生命 血预表着利约的标记 撒血为门 甚至有人这样说 为什么结婚的时候 要铺一个红毯子呢 就是夫妻两个结婚 要沿着那个红色的毯子 地毯往前走呢 如果按照去找他 那个礼仪的标准呢 原来结婚以后 有另一个誓言 不管生或死 不管贫穷富足 不管健康疾病 我都愿意一辈子不离不起 其实就是一个以血为门的 撒血为门 从那一天起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 这个叫做门约呢 对不对 这立下的誓言不容易 那就是血是关于立约的 血也是关于生命的 血也关于洁净的 那在旧约的时候 从我们这处开始 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这两个人很可爱 在无花果树的叶子 来遮羞啊 叶华生怎么做 杀了羔羊的 把他生命给杀 用羔羊的皮 来做成裙子 来遮改他们的羞子 所以第一个出血 流血就开始了 以动物的血 动物的皮 来遮改他们的嘴 然后再往上 再往下 在创世纪十五章 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生 立约的时候 也很神奇 耶和华生让他预备 那些那些那些动物 让他们切块切切切 一半一半放好 然后呢 就是让黑暗灵到 亚伯拉罕就睡着了 神就在那里 兴起了那个火 就把那个祭物给烧了 表示耶和华生 悦纳他的献祭 所以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就有出现了动物的流血 再往后 亚伯和该因献祭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该因献的是 葡萄神喜悦的 动物的植物的出产 可是亚伯献的就是 头生的羔羊 也是跟血有关的 再往后 比方说挪亚出方舟的时候 他要献的 也是动物啊 把鸽子献了来 来纪念神 也是献祭 那亚伯拉罕在摩里亚山 献他儿子的时候 以撒的时候 差点把他儿子给宰了 那个时候又出现了一头羊羔 代替了以撒的死 所以那羊羔也被宰了 献祭 那再往后呢 所罗门 比如说在大卫的时代 大卫要造圣殿 那耶和华神不同意 你手上太多鲜血了 到所罗门的时候 建圣殿 建往圣殿 献殿里的时候 上千千万万的牛羊都被宰了 你想象那个场景是血流成河呢 为什么血这么的重要 在以色列的历史 他们生活当中 他们就是每天每天来献祭啊 来献给这位神 所以他们的血 跟他们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 什么时候 一直要到这个状态 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到耶稣来了 因为他们献了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在第九章第八节 告诉我们 虽然献了这么的辛苦 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有这么多无辜的动物 都被我们虐死了 要怎么样的状态下 要怎么办呢 耶稣来了 他说 我替你们死 替这些动物 替我们的罪人 替我们死了 耶稣一次性过的 来承担了这些的罪灾 成为替罪的羔羊 也成为赎罪的羔羊 耶稣来了以后 所以耶稣替我们一次性过了 有两节经文要告诉大家 那你说耶稣的血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有两节经文送给大家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 耶稣是这样说的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 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有永生 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了 简单地讲 你没有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就是跟他没有生命的链接 这个重不重要 有人说圣餐礼拜 有什么重要的 受不受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每个礼拜 喝那个东西 每个月喝那个东西 跟我有毛关系 可是如果按照 这节经文来告诉人 没有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有永生 在末日 主耶稣 要叫我们与他 一同地复活 非常重要 所以很多人把基督教 也叫做吃人肉教 很恐怖 它其实是一个标志 预表的 预表的 主耶稣赐给我们 复活的生命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 在十字架上 我们与他同死了 那我们活着的 不再是我 与基督复活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那还有一节 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耶稣就拿起那个杯 来注谢了 他就告诉他 因为这是我利约的血 为你们多人流出的 使罪得赦 这个拿到 每次拿到那个杯的时候 表示这是耶稣的血 他是跟我们立约了 而且这个约是永恒的约 永远不变的爱 你说耶和华神残忍吗 不是残忍 而是他告诉我们 任何罪都会导致一个代价 那个代价就是死亡 如果你没有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你一生就落在死亡的焦虑 和恐怖和他的阴影底下 我很坦白地讲 很多人就会想说 我为什么要来信耶稣呢 我为什么要来录这个教呢 很多人认为我们基督教 就是拉人录教 称为耶稣教 那你录教以后呢 你就可以十一奉献了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投入了 更麻烦了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甚至有人 开很多的YouTube的channel 来表示教会千万不要去 那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 坑人的地方 要小心微妙 很可爱 我见过很多国内来的学生 以前我也做学生的施工 发现那些孩子从前是很单纯的 可是最近几年来的学生 他们就可能有被洗脑了 简单地讲 他们就认为教会你可以来 每个礼拜来吃午餐免费 午餐晚餐都没有问题 千万不要受洗啊 你受了洗以后就是入了他们的坑了 你要特别地小心 我很坦白地讲 如果有这样让你入坑的教会 千万不要去 但是真正教会 真正的我们的信仰 要帮你解决的是什么一个问题啊 那个问题很严肃 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 良心里面的那个罪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内心的一些改变和变化 如果你只是外在的行为的改变 你还不是全人 你跟一个人结婚 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 他可以爱得你死去活来 对不对 他可以为了追求得到 你可以有很多好的表现 可是你会发现日久天长以后 生活状态 鸡毛蒜皮出来以后 你看不到他的改变啊 内心的改变啊 你就会很失望很绝望 对不对 真正的爱 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内心 内心内在的 你也希望他能够为你而改变 对不对 你希望他能够 两个人能够更加match在一起 那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 如果你的信仰只是 每天活在表层 每个礼拜来一次啦 一个半小时 然后我就跟我拜拜了 从此以后 这整个礼拜 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 我等下个礼拜天我再来 然后这样 这样还只是一个表面的 他说 山羊和公牛的血 母牛犊的灰 撒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 身体得到洁净 但是耶稣来了呢 他能够洗净你们的心 原文叫做良心 良心是什么 有人来这样形容他 他说所谓的良心就是 耶和阿神在创造我们人的起初 就把他放在 暗置在我们里面 这个是一个不受贿赂的法官 简单地说就是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没有人看得到的时候 在没有法律可以自载你的状况下 这个内心的法官 他就会出来审问你 叫做良心的不安 良心的拷问 有没有这样的状态 有些人做了坏事 别人都看不到 可是当他一个人来思想的时候 他知道他做的不对 他知道他应该悔改 这个叫做良心的审判 那些在旧时代 在古以色列 有更悠久的历史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他们怎么来信耶稣呢 你就为他们打包不平 他们走了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他们那些人也是信主的人吗 在罗马书告诉我们 有个良心会审判他们 认识这一位至高的神 有一位真神 所以很多人即便没有认识耶稣 可是他们也知道 有一位真神的存在 他们以色列的百姓献祭 献得这么的辛苦 那些真正可以得救的人 是哪些呢 是他们内心在盼望一位 真正的弥赛亚 可以来到来救赎他们 亚伯拉罕就是凭着这样 来相信他 有一位弥赛亚 可以拯救他 死人复活 这有复活的神 有一个良心安置在我们的里面 那如果你说我不care他 我表面来做就已经不错了 良心是什么 在大卫诗篇的时候告诉我们 大卫我们就知道 大卫犯了罪 犯了奸淫 把别的老婆抢来了 把别的老公给杀了 奸淫罪 杀人罪 那圣灵就提醒他 先知就提醒他 他就悔改了 在四篇五十一篇 他这样讲的 他说五十一篇十六节 你本不喜爱寄物 若喜爱 我就献上 饭祭 你也不喜悦 他在跟叶华神来 talk面对面的时候 他说 你不喜爱寄物 如果你喜爱这些牛羊的话 我就可以献上 他说你也不喜欢饭祭 而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就献 倒有的是钱嘛 你喜欢一万只 一千千万万 千山上的牛 万山上的羊 都是叶华神的 他说如果你要的话 我都给你 都给你 我多杀一点 多奉献一点 很多人到庙里去 到烧香去拜佛 他要花更多的钱啊 对不对 给一个庙 重新建一座 重新来给他们 献上更多的钱 他说如果你喜欢这些的话 我都可以献上 可是你不要啊 他借着说 神你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他问我们要什么 他care我们每个月的 十一奉献吗 如果你这个月 没有交奉献的钱 是不是教会就活不下去 烟花神就要倒闭了呢 他说不是 神所要的就是 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神看中我们是内在 是不是真的爱他 是不是真的愿意悔改 认识我们的罪 如果你没有对付罪的问题 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 耶和华 耶稣是我的救主 我生命的主宰 然后我认识我是一个罪人 只有耶稣能够顺免我的罪 如果这个你不认自己的罪 没有忧伤 没有痛悔的心 你献罪多 再多的时间 金钱等等 恩赐都没有用啊 耶和华神看中的是 我们内在的心灵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是有个对比 如果在旧约的时候呢 是使人的身体得到解禁 好像看起来你已经解禁了 可是它有一年一年的重复的线 当然也是一个立约的标志 那在新约里面呢 我们一次性过 良心得到平安 你知道在神的面前 你之所以能够见到这位 神结公义的神 不是因为你好的行为 而是靠着耶稣基督 所以是一次性的过 解禁我们 那我们要怎么来面对它呢 我们当然是存着 诚心和信心 来到这位万王之王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预备起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自身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子经过 这慢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无良的亏欠 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成了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 从前的以色列的百姓 要面见耶和华神 是没有办法的 只能靠着大祭司 大祭司也是恐惧战兢的 不是那么的有安全感 有充足的信心 可以到这位耶和华神面前 可是耶稣来了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个慢子 圣殿的慢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就是那个藏幕给裂开了 开了一条路 他自己就成为那个慢子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到天父面前 耶稣带我们进入到天父的面前 从前见不到耶和华神的面 你不敢见他 很多人不感心耶稣啊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觉得自己不够好 我这么一个罪人 怎么配得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呢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我跟你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罪人 我心中有很多黑暗的角落 不想被光来造到他 不想来承认 不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 可是耶稣来了 耶稣替我们解决了 他替我们来背负了一切 所以不是靠你的要做到有多好 不是大祭司那个位分就可以来朝见神 而是神 耶稣说成了的时候 告诉你说 动物也不需要了 人的外在的行为都不需要了 所有的一切 耶稣替我们完成了 如果这样的一位耶稣 你愿意来接受他吗 你愿意来通过耶稣 来进入跟他非常非常 坦然无惧的状态吗 那在第十章的时候 我下一次讲到的时候 会非常详细地来分享 只有靠着我们的信心 和充足的诚心 来到神的面前 很坦白地讲 如果你每一次来聚会 我们不是要拉你入教 坦白讲 如果真的有拉你入教的教会 你就不要去了 不是要拉你入教 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 是让你更多地明白 有一个恩典 上帝跟我们略了一个恩典 是什么意思 听好了 所谓的恩典之约 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是 所有的罪是必定要死的 耶和华神从来没有放过说 不用死了 No 所有罪的代价就是死 这是第一层含义 一定要付上死亡的代价 你要处理罪的问题 是必须要有人来替你死的 你是靠你的好行为 是解决不了罪的问题的 只有耶和华神能够解决你 其他的宗教可以让你暂时的自我安慰一下 心里舒服一点 可是你内心生出那个罪的劣根性 罪的那些反叛 不认识神的那个状态 是改变不了的 只有耶稣才能够解决你罪的问题 只有死亡 带来死亡 第二个恩典 所谓恩典是 你那个罪 耶稣替我们死了 所以所谓恩典之愿是 又跟死亡有关系 又跟救赎有关系 这是三重饼在一起 耶稣来了 替我们结束了 旧约所有一切的仪式和仪文 旧约要守得规规矩矩 所谓的仪式感都不用做了 耶稣替我们来完成了 所以很多人就麻烦说你们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出来的 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教不信犹太教呢 按常说他们是他们的根呢 应该信他们的 你没有弄明白的一点是 只有耶稣来才能够解决所有动物被杀的无辜的事情 耶稣成为最大的无辜 替我们来完成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救赎 永恒的救赎 所以耶稣又是大祭司 又是祭物 耶稣替我们完成了永恒的救赎 从外在的仪式 转自我们内在的改变 当成的诚心和信心 来侍奉那位永生的神 我再问你一遍 耶和华生残忍吗 他是要虐待那些小动物吗 不是 他是告诉你 罪的代价就是死 不是你死 就是我死 不是那些小动物死 就是其他的死 他以耶稣最大的无辜 来代替了这个死亡 第二个问题 旧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耶稣来了 他替旧约的遗文来成就了 他不是说旧约没有用 旧约一直预表的救赎的计划 旧约的百姓一直靠自己的努力在做 结果发现做不到 连个十届都做不到 只要有一届犯了 其他九届都算你犯了 怎么能做到呢 做不到 耶稣亲自来替我们做了 第三个问题 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在承认你是罪人的那一刻 耶稣所做出的永恒的救赎 就跟我们有关系了 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替我们来完成永恒的救赎 这样一位救主 如果我们信主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我们信主了 你就不落在那个每天的恐惧战经里面 你每天就跟天父祷告的时候 晚上睡觉祷告的时候 你会问他说 耶稣啊 天父啊 你还爱我吗 你今天 我今天完了一天啊 我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做了很多不讨你喜悦的事 请问你还爱我吗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 基督徒上帝的儿女的话 你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你猜他会怎么来回应你 这样 对不对 但是看在耶稣的份上 你还是那个被归为义的那一个 他如果直接说 他是原谅你了 可是你也为你的行为 来该负的责任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家老二 他如果有一天偷糖吃 他还好 说法还可以了 他对糖果也不是那么的热爱 可是他喜欢那些其他棒棒糖啊 他有特别喜欢的这个candy糖 他有一天如果他偷糖吃 被我知道了 他说 I'm so sorry 我就以后再也不做这个事情了 我就看他可爱的样子 我就原谅他了 我是真的原谅他 可是他说糖果吃了以后 没有刷牙 或者导致那个糖分 对他胃口的影响 牙齿的影响 他要不要来承担这个后果 他要承担这个后果 上帝的儿女也是这样 如果你每天 人就身为基督徒了 上帝的儿女 可是你做的那些事情 还是不讨神喜悦的 在神的眼中是算你为义 可是你也要承担 那些罪所带来的不健康的关系 不健康的生活 以及不健康的后果 明白吗 在救恩的那一块 你是完全了 可是你在讨神喜悦 荣耀上帝 成神的那一块 还是可以有很多需要 进步斩进的 所以来活在 活在侍奉那个永生神的面前 是说你每天除了解决得救之外 你还要来到神的面前 无时不刻与我们同在 要跟他说是圣洁的神 怎么来讨他的喜悦 这是第一块 信主的儿女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呢 还没有来承认 预备好你敞开你的新门 来接受耶稣呢 这个就很恐怖了 是因为你还没有解决罪的问题 罪的后果就是死 如果今天 你说明天再说吧 你知道明天在哪里吗 所谓的明天 你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之前 我在杭州的一位学生 以前在圣经班里读书 那位学生 他就回天家 就举行了葬礼 那很感恩在他回天家之前呢 他有一个很好的见证 他虽然生命才24岁 才24岁了 然后就被查出了癌症 那很多的家人就结婚新婚 然后再没多久 就要回天家了 他是带着那个永恒的喜乐和盼望 欢欢喜喜地回到那个天家去了 还是不一样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要说 你一定要明天才信主的话 你知道你的明天在哪里吗 趁着还有今日 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解决上帝愤怒的事 非常重要 第二个 你要解决的是什么呢 神除了给我们得救的福分之外 他还应许我们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这句话有没有听过 就是本来上帝要把天上的福分 在天上的那个model那个样子 来赐给我们的 坦白地讲 一个信主的人和没有信主的人 其实有很大一个不一样 就是你觉得你的活着的三观都不一样了 你看世界的角度都不一样了 比方说你看他们两个总统 总统和前总统在电视台进行点配辩论 在过去的礼拜五还是礼拜四晚上 就是看到他们两个老人家在台上在辩论 他们在谈他们身体怎么样 在谈高尔夫还怎么样 如果我没有信主的人 我看他们的角度就说 天哪 美国的希望明天在哪里 要交给这个两个老人家吗 还有希望吗 那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的三观被调整了 我就告诉神说 神啊求你怜悯 按照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你知道吗 南国和北国分开以后 有多多少少的又敬畏神的国王 也有多多少少的那些 背逆神的君王 神都可以兴起 兴起哪一位都没有问题 关键是那些百姓要怎么办 求上帝的怜悯 我们在看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接受耶稣 你活着的每天就在永恒里面 为主来活 神就赐给你大大永恒的基业 都不一样了 第三点 如果你又解决了罪 要解决了永恒的身份 永恒的基业的话 第三点 你也可以把上帝的国带到人间 你成为一个很好的福音的管道 你自己得到一个美好的福音 你就可以share给你周围的人 对不对 你这样做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你的家人 你身边的人 你的朋友 看到了你活生生的生命被改变的例子 在2019年 我就坚持了三个要破碎的家庭 要死要活要离婚的三个家庭 那就来找我了 当然不是我的所有的功劳 我完全是没有的 我就是为他们祷告 听他们讲话 最后他们结束的时候 为他们祝福祷告 其中有一个很坦白的讲 三个都没有离婚 最后是上帝的保守 我就是说 真正的信仰 上帝来的恩典和祝福 是可以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状态的 你心中焦虑 对你的另一半失望 对你的孩子绝望的时候 你的信仰 我们所信的那位耶稣 祂给我们的恩典 那个grace 能不能活出来 给多一点恩典 给多一点上帝的饶恕 给多一点给祂的爱 你活出来的生命 是可以祝福到你的家人和你的孩子 所以这三个家庭 最后就为了信主了 回到主的面前 他们的婚姻被保守了 他们也做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传福音 Want to Sweet Let's Go的时候 我见过很多被建造 他们今年是第十八次 十八个月 每个月一次 已经第十八次了 其中有七十六个人就决自信主了 那这七十六个人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美好的见证 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 好 那如果分享到这里的时候 你觉得耶稣 做的那个是更美的祭吗 祂已经替我们完成了 从我们人做不到的 那个残忍的血性的残面 转成了耶稣 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祝福 祂给我们peaceful 平安 喜乐 我们一下感恩祷告 亲爱的主啊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从倡立世界以前 我们天父就设定了 这个永恒的救赎的计划 然后借着我们圣子耶稣 能够完全的胜负 来完成这个救赎 在你十字架上说 成了的那一刻 所有一切的罪的锁链 所有罪的这些的捆绑 完全的脱落 你已经得胜了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罪的挟支 胜过了一切的软弱疾病 你胜过了一切的一切 你这样一位宝贵的耶稣 希望今天能够让我们在座的 有感动 如果你愿意准备好 打开你的心门 来接受这样一位的救主耶稣 你可以说 主啊 我邀请你进入我的心门 成为我的救主 而我生命的主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需要被耶稣来解决 神啊求你保守我们 也祝福我们中间的 每一位上帝的儿女 纵然我们的生活 过得有些狼狈 很挣扎 甚至有时候 常常在罪里软弱 跌倒 可是主 因为你已经得胜了 求你圣灵 继续在我们心中 帮助我们 我们是可以抵挡罪的 可以胜过罪的 哪怕跌倒了也不怕 可以靠着耶稣 再一次的建立起来 兼顾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成了诚心 和信心 到主的面前 使我们每一次的敬拜 不在乎外面的形式 而是内心被主来改变 主啊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并且爱我们到底 主我们仰望你 如此感恩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我们有时候回应的诗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